看團公佈 台中火力發電車 白鳳片 李天國 國庭公平接種數字 發現中國名字是在南島廟裡 中華營社會關係 會有三位總統 何孫林都要慶祿 新年來讓中夥的媒體規齡齡 中夥南美 竹山吸毒 竹山吸毒 以身手提的標義化 靠河 中部地區 傳播團體要請人請雅蛋中 正在八三棟總統何孫林 讓共同參與一二二 喜歡恐怖行動 他們在一起 先來到台中市叛行動郊 而且公佈台中火力發電車 白鳳PM2.5 國庭空品出站的所謂 相關在南島嶽山 讓在地醫生暫緊董後叛家的念頭 都一度想要離開這個 那個住的地方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以學者的所謂分析 中夥拜訪PM2.5公平七十六度 以第三美 立方公署六點零四五 威脅白頭名 所來的西南島保里 苗栗 婚寧倒落 中華散歳 騙不中部國管治 環團十點名 台東市長羅秀院 應該要統合中部管治政府 向中夥施壓 而且任務要來選總統的人 應該要申辱四年 任期一來讓中夥收拾幾年 不要還要臉上強獨海 今年這幾年裡面最大的議題全世界 尤其COP28剛開過 所以我們的總統候選人對台灣 對世界 對地球 對人民的健康 應該要在這個 給比較大的關注 那今年市府跟致電的台中市 重大空氣污染管治治條例 草案已經經過議會三讀通過 並報行行政院合定 那判中央政府支持 以提升中南部的空氣品質 台中市府共町已經跟經濟部 達成共識 中會議 到2025年開始 兩年一來 會有任務台電的人氣基礎 一部中嘉民營人氣基礎 六少來運轉 時間可以減少一百公噸 而且這段中台空氣污染管治治條例 後少會保證行政院設定 記者台中部讀 眾人的孔 最好的 最好的 體動